月星三千 还天天加班 这种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哎呀 还是老婆们香啊 是否激活三千后宫系统 三千后宫 新版本 这一听就让人兴奋啊 我当然激活了 成功激活三千后宫系统 许七即可获得奖励 许得越多奖励越好 干嘛 干嘛 相公 你怎么了 原来是梦啊 我还以为穿越回去了 吓死我了 没有相公 月辣州 我只要娶一个老婆 真的就能获得奖励 如今 已经三千后宫了 相公 来 我只要 你可能没关系 你可能没关系 我都不迷茫 我都不迷茫 还有 像 我闭口 我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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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七连 你就是 相公 该喝药了 不喝了 喝吗 喝不了 下次 姐姐 今天是相公的休末日 让他好好休息休息 大家都算了吧 算了算了 快走吧 谢谢 相公 早安 朋友们 早上好 相公 再这样毫无节制 会短瘦的 确实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你没事吧 三哥 虽然已有三千后宫 他不能就此懈怠 还有努力 对了 小九 马上去发布取其令 本世子准备迎娶第三千 鲤鱼为行签 还取啊 为了天下苍生 就算是经济人王 我也 一勇辞 好 取 黄姐 为何突然兴起 来西访市卫 扶子坊啊 朕并非突然兴起 而是遇到南姐博士 特地出来碰碰运气 是为难 屡屡饭家劫掠的窝寇 的确如此 窝寇神出鬼没 北至一周 南临芈月 沿海劫掠残物 残害百姓 真是防不胜防 太可恶了 可知窝寇善于隐藏 海外导教无数 根本就找不到他们 朕听闻 最近这西访市 出现了许多前所未闻之物 定是出现了某位奇人 如今窝寇之患 迫在眉睫 我想找到那位奇人 询问应对之策 满朝红武都束手无策 一个奇人 有什么用 看来 是朕病急乱投医了 这次 咱们要白跑一趟 张武 外面有何人 如此吵闹 启禀陛下 和中王质子许不凡出行 这排场 甚是惊人 不过一介质子 你能有什么排场 走 过去看看 这是 赵武回家 赵武回家 先死 他就是许智子 不过 这四个轮子的铁疙瘩 这是何物 这你都不知道 此四轮车呀 据说能载数十人 日行千里 不知疲倦 乃载人神器 载人神器 难道 他就是朕 不苦找寻的奇人 王姐 真有可能 不管怎么说 此等神器 如果给朕用来 剿灭窝口 那岂不是如虎天意 嗯 走 咱们跟上去看看 站住 不参加选七大会 不得进府 选七大会 王姐你看 狮子出来了 黄姐 这狮子殿下 还蛮帅的呢 这么看来 的确倒是 有几分奇人之姿 但是 这选七大会 又是何物 哎 狮子大人 您这又选七 这腰还撑得住吧 本狮子身体很深啊 就算再取三千七七 也照样 越来越生哥呀 狮子威武 抢我大烧男儿雄风 好啊 亏朕以为 他是朕苦苦追寻的奇人 原来他就是个 风流无度的浪荡死 接下来 第三千零一届 狮子选戏大会 正式开始 请各位候选者 依次上前 展示自己的才艺 课程 三千零一届 这狮子 莫非真取了 三千个小姐不成 真是岂有此理 世子 奴家擅长舞蹈 奏乐 好了 停停 本世子后宫家里三千 会跳舞的多了去了 不缺你一个 走走走 世子 你想给我个机会吗 走走走 脱下去 你在看着我们世子 下一个 三千世子 啥呀 脱走脱走 世子 我还没说话呢 岂有此理 海江百姓 朝不保夕 朕气时难 他倒好 在这大死灰国 朝气那气 朕就要治他的罪 杀鸡敬猴 黄姐 我看这些女子 一个个的 好像迫不及待 嫁给他一样呢 一定是他们的家人 受威胁 碰得也而已 张武 去掉陈卫军 方为世子 但选期大会结束之后 拿了他的罪证 斗首秦下他 这样亲自审问 是 相公 可否有你心仪的女子 嗯 霞霜 这个有了 不行 剪风扇 这个也有了 那这奖励 都该是重获了吗 唉 见过世子 恰恰您 姑娘 贵姓啊 刘家公布 侍郎之女 慕琴操 啊 慕琴操 真是让人一听 就忍不住流鼻血呀 我的第三千零 一个小妾 就你了 谢世子 来来来 相公世子 还不赶紧叫相公 相公 刘家头好着 好像多了些什么东西 那个 来了呢 吴夫人下去休息 慢点 慢点 洗好澡啊 我就猜这银贼 一定会选择身材最好 最漂亮的那个 选期大会结束了 闲杂人等 速速退去 慢着 谁呀 警告警告 金色传说 其不妨 你可知罪 金色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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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娘 甘物 遵行到您了 大胆 大胆 师礼 师礼 在下许不凡 汉中王之子 初见家人 惊为天人 对你的爱意 有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一时无法自拔 还请谅解 谅解 师姐 你还怪有风度的来 哇靠 你好 这会也不简单呢 许不凡 你可知罪 就摸一下小手嘛 我说的不是这个 如今窝口屡屡 犯边截掠 导致海伤断绝 税收锐减 涯海的百姓 更是惨遭杀虐 十世久崩 我当然知道了 看来都是女帝无能 关本世子娶妻 什么事啊 你是世子 我种口出啊 我说的是实话呀 窝口之话 迫在眉睫 女帝屡次下令 让百官薛减开支 可你呢 招纳三千余事 无事朝令 你该当何罪 我知罪 你以为我愿意 娶妻三千 夜夜升哥呀 我娶妻 那是为了大舟 一派胡言 那你倒是说说 你娶妻 对我大舟 到底有何好处 这美女简直是 情人所未见的金色 怎么说呀 娶了她 不知道有何等 牛逼的奖励 得好好 用一方才行 我不娶妻 哪来的那 无须牲畜 就能日行万里的神车 我不娶妻 那今夏淮南大汉 腹部哪来盈余前梁 去震灾十万灾民 我不去期 那北疆 何来的神兵利器 阻止外敌来犯 自从女帝登基以来 北卯无法扣编呢 许世子 你是说 这家都是你的功劳不成 那当然 真是一派胡言 让我何在 把他给本宫拿下 你们敢抓我相公 什么身份 就是 相公 看这令牌 他好像是皇亲国戚 你是为自己 是个敏感 万万不可得罪 皇亲国戚 怪不得是个青色传说 怕了吧 我记得拿下你 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我当然有意见了 我就举个七嘛 你干嘛抓我 就凭你七军网上 无视朝廷 七军网上 这样 你去问问那个女帝 我要是不娶七啊 她 睡得着吗她 岂有此理 我 我睡得好着呢 我说是女帝 我没说你 世子 你娶七对大周 真有如此多好处 嗯 那当然 巧舌如簧 难道你能靠娶妻 解决窝寇之患不成 嗯 一群窝狗也配撑寇 本世子 这老婆们 哪还没复仇可灭 就是 荒唐 这种话鬼才会信 大周绵绵海岸数千里 窝寇神出鬼没 来去如风 等消息传到朝廷的时候 我们派兵前往 他早已屠城灭村 消失在茫茫大海 你一个好色世子 能有什么办法解决 是啊 女帝和满朝文武 想听办法就毫无用处 只能看着窝寇之间试射 我笑那女帝无能 秦臣少至 要是早点让本世子出手 那窝寇不是谈死可灭吗 世子 你当真这么厉害 说大话谁不会 倒是你妄议女帝 最佳一等 皇亲国妾了不起啊 你们要是敢逗我丈夫一根豪蒙 不告诉你 我这三千的姐妹 把你这大周剑了 把你大周都剑了 好 剑敢图谋不轨 小乔 你就别给我添乱了 相公 相公 犯了他们 你你的实力 三千姐妹 你就是和祖皇帝 当皇上有什么好 当皇上有什么 当皇帝多累 哪有我现在消消自在 那个什么 要是我轻松能帮你解决窝寇 你又该当如何呀 你区区一个好色如命的废物世子 倘若你真能解决窝寇之患 那本宫亲自替你向女帝请令 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好 这可是你说的 要求很简单 就你嫁给本世子 做本世子给大夫人就行 西世子 你可真敢想啊 你 傻不死 西军王上 无视朝廷 到现在还敢居于本宫 就这些罪名 足够可以让你捉连九族 怎么 你不想解决窝寇了 当然想 但绝对不是靠你这满嘴胡言乱语 义无是处的世子 皇姐 要不让它试试吧 万一真解决窝寇了呢 绝对不可能 指望他能解决窝寇 还不指望我大洲将士 能飞天遁地 指导窝寇大潮 飞天遁地 很难吗 你真是找死 好 答应你的要求 一住乡之内解决窝寇 否则 我就拿你去祭祺 这可是你说的啊 志祺 小九 去让夫人们准备一下 好的 相公 等等 怎么 忘了 世子 你该不会是小退员时间帮救兵吧 属下担保 这志子府 就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一住乡之内 如果你无法进去窝寇 我就把你的头砍下来当球体 不是 你动不动就砍别人头 你真当自己是女帝啊 世子 谨言慎行 牙尖嘴利 本宫看你不见棺材不落泪 不用再等了 张武 立刻动手拿下他 有事 不是 还没准备好吧 你想不得快被人穿了 大老婆 你现在这样对我 待会我的大宝贝出来 你肯定后悔 谁是你大老婆 今日本宫就要拿了你祭祺 妈 妈 哈哈哈哈 谁敢动我们叫我们相公 一只 相公 五道小姐 别管我 放电 快放电 把它拿下 以免会害惊生百姓 不见 看 你们大力点 加油 加油 把这个铁嘎都给我拿下 加油 志祺 放肆 你要干嘛 快放开我 你不是要解决过空吗 来 来告诉你怎么解决 黄姐 请追 黄姐 怎么样 现在这都怕了吧 我才不怕呢 我竟然 我竟然飞上天了 死物 真行了 简直是真查神器呢 我看你刚刚飞得好高啊 我没事 徐步 你能否将你的坦克和直升飞机借本宫一用 剿灭倭寇 你就是这么求人的 你 好 算本宫求你了 这还差不多 那 我那个小小的要求 解决完窝口再说 所以这样 不够无法 等你嫁给本世子 做本世子的大夫人之后 再硬的嘴 本世子也跟你心软 再硬的嘴 再硬的嘴 本世子也跟你心软 你 那个沐清操 派夫人们去协助水军 剿灭倭寇 好的相公 这下 大舟的心腹大患 总算解决了 那 我们的婚礼 什么时候举办呀 大胆气不烦 给我拿下他 不用 先退下吧 姐 你们这是 大大 大夫人你 爹叫大夫人 先解决窝口再说 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 叫你什么 我姓周 名月曦 她是我妹妹 叫婉清 以后 就将我们周小姐就好 月曦啊 我要说说 人呐 你要言而有信 知道吗 你 你已经有三千家里陪伴了 为什么还要我做你夫人 你怎么好好地哭呢 大胆 大胆 人人都说 我有后宫家里三千 她谁知道 我是为了奖励 我牺牺牲了这么多 狱狮子 你别哭了 你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得享受前之福 这装腔做事 小独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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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真是 苦了你了 冲了 你把姑娘查查理用 这什么 关家 这是什么怪物 都给我撞 怪物 怪物 撤退 撤退 传枪 二家门 想跑 按照本王的命令 倭寇今日将攻破平海县城 那女帝 别小小的倭寇都解决不了 朝臣只会觉得她无能 然后 伯爹大将军赵霸池 在王爷宁的那里下 解决掉违霸大将的倭寇 威望大族 带本王登上了地柜 你就是大成皇后 我和我爹 定住亲王 以臂之力 真怪 快说 是不是平海县已经被攻破 禀心王 我很未能攻破平海县城 就连德川王子 也被女帝亲为张武升级 你说什么 自己说来 这么大一个炮 够了 能飞天的神器 还有吼声竹雷 能将人镇成基本的铁皮怪物 你真是荒唐 属下句句属实 据说都是许不凡之物 我该死 那许不凡就是个好色的废物世子 竟有如此手段 亲王殿下 接下来我们该如何 承穿皇子被生擒 这 我修书扶桑王书信一封 让他派世成来兴师问罪 那女帝 一样可以勿望三帝 亲王殿下运筹帷幄 这大舟的地位 就应该是你的 哈哈哈哈 大舟 黄姐 窝口只换以除 你这半个月身举浅出的 不出宫门一步 是在夺许世子吗 胡扯 朕贵为大舟天子 怎会躲他 总之 朕没有躲他 只是 这是马上迎来万国来朝 朕太忙了 也对 这是黄姐登基以来第一次朝拜大会 事关大舟国子 一切不能经验 你知道就好 这次朝会极为重要 是朕张显皇威 威压万国的重要时刻 怎可因为儿女私情 陛下 不好了 胡三国公主带领使臣 赌赞红炉寺 并放狂言我大舟 我大舟 大舟什么 说 放言我大舟无人 竟让以女娃登基成帝 根本不非万朝来拜 炸弹 百驾红炉寺 朕倒要看看 是谁给了那聪尔小国 朕胆量 是 陛下 那胡桑使者也太成功了 竟然堵住了红炉寺 就是 如今万国脚败在即 他们此时此刻堵住红炉寺大门口 这就是在打我们大舟的脸呢 就是啊 这就是你们大舟的物体人 简直是弱心风 大胆 大胆 尔等身为扶桑使团 竟敢赌我红炉寺 还打伤我大舟之人 怎么着 要宣战不成 怎么会 我只是九木大舟武德充沛 前来请教而已 如果你们连比试都不接的话 那大可派兵把我们赶出去啊 也好让诸国使臣 见识见识你们大舟外墙中干罢了 发生事而改变 无人机群 无人机群 这扶桑公主 我确定 大夫人 怎么哪都有你 月琪姐 现在怎么办啊 这么多使臣看着 要是真派兵把他们赶走 那我们大舟 岂不是丢人丢到家了 该死的扶桑人 就是看准了我们这一点 所以才会如此的污吏 怎么着 你们想如何比试 很简单 天黑之前 只要你们大舟人 能赢我扶桑斗牛 私豹 秦虎 博相 四大横钢勇士 那便算你们大舟赢 我扶桑心悦成福 第一个朝拜大舟 勇为反过 如果我们赢不了呢 如若你们赢不了 那便放了我兄长 德川康 并且 送你们七个大赐 大舟人 缠绕无能 你 本宫就知道 你们是有备而来 那又如何 不行 不认输 承认你们大舟无能 放肆 芸汐姐 你别冲动 不就是比试吗 怕他们不成 别让我先去比试一场 不能不可 还欠人属下 看我的吧 就她 她能行吗 短青自幼好动 不爱读书 倒是跟了不少武学大师 学了一招办事 就算赢不了吧 也不会输得太惨 没想到敢上台的 还是个漂亮的小娘子 看来大舟无人了 姑娘 快下来吧 快下来吧 对啊姑娘 这扶桑相扑手 力大无穷 你不是对手啊 就是啊 小娘子听到了吧 只想打就早点下去 省得我把你打的 屁股鸟流 丢人先也 少废话 要打就打 不打就认输 好 未免出国使臣 受我扶桑勇士 欺负你个大舟弱女子 你先出手 干凡能让我退翻 我便归敌人数 这是你自己找死 老娘 你再给我按摩吗 好舒服呀 糟了 晚清 快追下 你可不能这么看 放开我 好啊 晚清 打了我这么多下 打你一下不过分吧 哈哈哈哈 打死我了 可生我未来的二夫人 你找死 我扶桑勇士还未用力 是他自己太过弱小 还逞强 就如同这大舟 外强中干吧 我看你是欠条件了 不成口舌阵呢 你既为他打抱不平 那就上他来比试 哎呀 你以为我不敢啊 那你 来啊 你这是 自寻死路 大舟 我们走 好 哎 徐不凡 你既然第一个带头离开 简直连晚清都不如 哎呀 大老婆 话不能这么说 我是去准备准备 准备什么 待会儿就知道了 大舅 好 走 等着 等着 你 果然是个纸老虎啊 是啊 这就是 你们大舟的汉中王世纪 上王走坏就跑 真是让人笑掉了大话 你们大舟 贴起此等数倍 有何颜面 要快国来朝 我三国才不会逃呢 大家都看见了 还能有假 既然没有人敢再来上台比试 那就乖乖认输 放了我兄弟 并当着诸国使臣的面 承认你们大舟 缠络无能 真赞我大舟无人 我来 你是何人 张局 这怎么是他呀 张家的一个顽固 难道他再找死不成 就是 他上去有什么用 这一戒完裤都能站出来 这许不凡临阵脱逃 太让朕失望了 我三国才不会逃呢 他马上就会回来的 他回来有什么用 就他那身子 早了一等掏空了 你 好 你成功进入了吧 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好啊 好 给我撤 取回来 你是 这个 三 多少 有 太 住手 竟然已多欺少 我们之前可是说好的 你们大洲要战胜我四名扶桑勇士 可没说是一对一啊 强刺多礼 张军 扶桑人卑鄙无耻 不过颜面已多欺少 你还是先退下来 我们从长记忆 对啊 不想死的 就赶紧像你们柿子一样 赶紧夹着尾巴跑啊 你们大洲人啊 不过是一群无能的废 我今日只要还有一口气赞 就不允许尔等魔狗辱我大洲 好怕怕啊 别省强 张军 那我会死的 此有何惧 我大洲 乃是用无数将士的心血 敲筑而成 几可轻辱 今日就算是死 也要守护我大洲 多危不坠 我还没有输 大洲 还没有输 相公来了 相公只需实习就到 他来了 我们肯定就赢了 你下来 先热输吧 暴徒鼠窜之辈 就算回来了又能如何 连我扶桑勇士一根寒毛都没伤着 你们大洲 就是无能的废物 该死的口才 辅我大洲 我和你拼了 纵然守护其之力 我要以来等 红归与记 我来 我来 两位兄弟 别冲动的 你们这群大洲人 弱得像吃鸡 我大洲国位 不肯 不要 张军 他已经输了 你们还要怎样 蔡英雄 你会死的 放心 忍输 我相公 我相公会打败他的 忍输 是了 那咱小柔鼠的尸子回来正好 让他亲眼看看 什么叫残忍 想要赢我 下辈子吧 住手 你不捐去 不要 如此若喜 就该像你们废物柿子一般 像狗样溜爪 该反怕 活该被我扶桑勇士撕成碎片 你完了 撕碎 相公来了 撕碎 你是看不起我 不凡事 打败不成 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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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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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世子 你这一身抬甲 这就是你所谓的准备 连盔甲都不是 就是一坨铁疙瘩 你还是赶紧下来吧 你这就是送死 幸亏有我的机甲在身 这群相扶手 不过是一群蚁蚁罢了 不愧是盼民前十的夫人 妹妹 谁也不如你呢 可是 放心吧 这些窝口敢来大粥放子 一个也别想走 担得直接撕 那入后宫趟小倩 狂妄 你以为套一层铁皮 就能赢我扶桑四大象偷手 你这一身笨重的铁皮 就像沙包 金银笛之瓦 你懂什么叫钢铁战衣吗 钢铁战衣 你这一身铁皮 连动一下都快 还相扶 许世子 你想死 你也别在这丢人现影 对呀 就连咱们大粥的五举人 都不是他的对手 你呀 还想赞了吧 不行 老子给他妈拍车肉泥 许不凡 你不要闹了 想退 迟了 多半 想死在哪一位扶桑勇士手上 这个麻烦干嘛 四个一起上 许不凡 你不要命了吗 你真是无可救药 一个人你尚且不敌 四个人一起 一叮死不息 那既然你这么笃定 打得赌如何 你说说 赌什么 你让我击败一人 你就脱一件衣服 我要是全都击败了 进去别回补桑 留下来 说我小倩 下流 怎么 你不是对这四个废物信心满满吗 怎么着 不敢赌啊 你的意思是 你也觉得这四个废物不会输 对吧 你 公主放心 他不过一个九神怪养的公子哥 就算掏一些铁皮 他也是个废物 好 赌就赌 不过你要死在他们四个手上 我要你们大中所有 农耕地 军系 文化里的输取 没问题 去不妨 此事事关重大 你怎能擅作主张 放心 我不会输的 狮子 你当真有把握 一切 尽在我掌握 就是 身着技巧的相公 无认能敌 相公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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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真可笑 你们都不要动手 我一个人 就能把这个铁皮蛋 摔手碎片 宋牛 别玩了 赶紧 救了他 是公主 妈 早晨没吃饭 福桑永世 是吧 那你就给我滚回福桑 一 救 我 怎么 你当着 诸国使者的面 一个福桑的公主 像十言不成 本公主一言九鼎 破就破了 逗你这个 没用的费用 好 没想到这铁衣 还真有点本事 那当然了 本世子 没时间 跟你们磨叽 三个 一起上 还能及干什么 凭我把他连那身铁甲 一起撒起碧泥 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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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上早点了 啊 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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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桑像扑手 就这儿 可能 真可能 那扶桑勇识 天下无敌 一 一 二 三 一共三件 扶桑公主 当街拖花 成何体统 哎 我用陪让你现在拖 再九十几 哎 把他给我押回府内 今晚 我要让他当主的面 哈 哈 嗯 好累 相公 你想做什么 走吧 我可是扶桑公主 你们送他 走 这大舟 只是一个世子 便如此勇猛 真是可怕 就是 我们还是乖乖的朝公吧 别动什么威胁子 哎 大夫人 今日相公表现如何呀 还 还算不错吧 那家伙 为什么总能如此出人意料 黄简 黄简 哎呀 你吓我一跳 今天送红卢寺回来 你就一直这般发呆 又在想许狮子呢 嗯 谁想他了 不浪之徒 这时候 没准再跟那个扶桑公主 那个那个 没想他 那你怎知 他现在在做什么 还不闭嘴 还不闭嘴 好好 不过 他现在大夫人的位置 一直空着 还在等黄简宁点头呢 我乃大舟女帝 见负一国重担 岂能随便嫁人 此事 以后再说吧 嗯 你该死的许不凡 又会等我好事 谁能想到 他既然人如其名 如此不凡 扶桑四大勇士 竟被他一人干扰 书籍那女帝在朝中威望 不减反增 万邦使臣臣服 真是该死 亲王殿下 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办 本王倒是没事 何事 你可知金南四郡名为 敖虾的重灾犯难 还有此事 本王一直让丞相 未嫌隐瞒此事 放尽其会怪梁田胡树 放尽灾民报复 我就是今天 我倒要看看女帝 他在毫无准备之下 该如何 应对重灾民 重灾 这可是灭国之症 说是不能翻倒女帝 登明帝会 这大州 亡与不亡 许我可干 丞相你们等一下 让我再今天禀报我丞相 而等朝廷重臣 硬闯御书房 朝何机统 陛下 臣有急奏 何事 陛下 近日以来 京城周边四郡 敖虾之灾突起 所到之处 决堤到洞 四郡良田 净回啊 数十万的灾民 正向京城涌来啊 陛下 你说什么 如此重要之事 为何此刻才望 陛下 那欧瞎他会打动 实在是没有应对之策呀 这可如何是好 民意识卫天 大量良田净毁 岂不是会恶瓢满地 陛下 此时最重要的 不是毫瞎之灾 而是陛下态度 你是何意 臣以为 此时最重要之事 请陛下下罪体诏 退位让贤 身际重灾 一谢天降 陛下 不好了 毫瞎之灾 一泛滥至京城 百姓惊慌豪患 接护天伐呀 什么 天罚呀 天哪 天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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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灾四起 皆因陛下识德 天将重害 乃灭国之兆 臣恳请陛下 下罪体诏 退位让贤 身际重灾 以谢天下阳 请陛下下罪体诏 退位让贤 身际重灾 以谢天下 岂有此理 让朕退位让贤 就罢了 还要让朕以身四虾 皇帝 你是何意 陛下 此乃 众望所归 臣弟 父亲 你 你 你给你去警示 来丢不了解 慢点 相公 你日上三杆才起床 那扶桑公主的魅力 当真那么大吗 就是 哎 也是本世子 是算了 没想到 扶桑那种贫瘠之地 竟能孕育出 如此奇耻大乳 本世子 也是使尽了 十八般武艺 才将其致富得 服服帖帖 行啊 什么事 世子 我约细姐妹在担心 需要你解救 什么 我大老婆被欺负了 是这样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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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虾 嗯 你是说 小龙虾犯了成灾了 嗯 快带我去 嗯 哎 等等 呃 师姐 你去让金莲和玉子 准备一下 好 嗯 哦 嗯 好的相公 嗯 出发 金像 虚达 你好大的胆子 你这么做 就不怕为臭家秘族吗 不造 让他那臭嘴给我闭上 你 你 你 这 危险 你们助纣为虐 帮周寒莫那畜生 使君篡位 你们真当天下百姓无知 但我天下秦王之师到达之时 便少儿等了四千 士君 谁说我们要士君 一名是陛下宁 可怜天下苍生 自愿隐生四瞎 平息天怒嘛 对啊 国不可一日无君 对亲王悲痛之下 继承皇位 执掌大舟 又有大将军赵霸天鼎立之耻 何人敢烦啊 颠倒黑白 无耻之勇 待朕解脱 避去而当狗兵 事已至此 你已经失去了地位 不过一间女流罢了 可以翻身 你不会真的以为整个京城 还有人敢站出来帮你赴成 谁敢去我老婆 死人是许不凡 快将其给我拦下 我看谁敢 来来来 下来下来 徐步凡 你怎么来了 大老婆有难 如今怎能不来 大胆 哎呀你压的 我看你才大胆 敢拿本世子的大老婆 喂小龙虾 你想死啊 不知小儿 敢如此跟我说话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管你是谁 就算你是大洲的皇帝 你敢对我老婆 我照样干他 别跟他摸嘴皮子了 现在解决龙虾要紧 你说这玩意儿啊 此为傲虾 反眼极强 擅长打洞 你毁坏良天无数 再不解决 后果不堪设想 简直离谱 这小龙虾还能成灾啊 知道怕了吧 知道怕了就赶紧滚 今日活计是解决 上苍之怒的唯一办法 根据小龙虾而已 本世子挥手可灭 荒谬 我满朝文武都束手无策 就凭你 还能把这些熬虾吃了不成 就是狂妄自大 赶紧滚 别妨碍我等活计 你们做不到 不代表我做不到 徐步凡 你真有解决办法 是啊 狮子 这小龙虾数都数不过来 还会打洞 到处都是无孔不入 怎么灭呀 哎呀 那还不简单 小九 去问问狱子跟金莲 准备好了吗 好的 相公 相公 还有一炷香的时间 OK 这一炷香的时间 真是鱼不可及 就凭你的两个小气 能起什么作用呢 看见了吗 定是你不肯以身自家 彻底惹怒了上苍 为了天下苍生 请速不死 为了天下苍生 请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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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非 这是天命 天命 那本世子 禀逆品而行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徐世子 你走吧 不要 芸汐姐 说得好 你说什么胡话呢 这么说 就算是要死 也是让那女帝去死的 你称呼什么 徐不凡 其实我 什么真真假假的 本世子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一炷香燃尽之客 便是小龙虾 覆灭之食 徐不凡 这数以亿计的熬虾 就凭你一张嘴 和两个小妾 还能灭了他们不成 狂卫之徒 还愣着干什么 把他们全部赶下去 徐不凡 事已至死 虽然知道他们是荒唐之言 但是为了大周百姓 我愿意赴死一事 来不及了 丞相 我们还是回去躲一躲吧 岳西姐 世子 你快想想办法 好好好 不哭不哭啊 本宫 本宫以身四霞 愿苍天息怒 饶了我大周百姓 你是要跟我玩泰坦尼克吗 放开我 什么泰坦尼克 时间来不及了 这天下苍生 咦 香燃尽了 燃尽了又怎样 无人机群 出动 请啊 神迹啊 是神仙将士 女帝 难道有神仙保佑 这不可能 这 这天上飞大 是什么药物 这可怎么办 女帝不见活着 偶下之灾还解决了 这我哪知道 徐步凡 这个顽固 耗色的世子 怎么会有如此 神仙兵器呀 这位真当中了 神仙 世子 你不会是神仙吧 这天上的大盒子是什么 这个 叫无人机 厉害吧 这太神奇了 这一眨眼的功夫 这瞎全死了 这 这怎么做到的 小学 嗯 徐子 摇控器给我 走吧 这个呀 就是无人机的摇控器 这个 来 我教你 这个呢 是控制上下 这样 就是控制左右 好神奇 这 徐步凡 这次多亏了你 要不然 我就真的未瞎了 啊 是 什么 太小声了 我听不见 是吧 你 你们 光天化日之下 大情骂俏 臣和其丑嘛 天下 你不出声 我差点没得忘了 周月熙 你别得意的太早 你眼下 只不过是解决了重灾而已 但是你别忘了 还有数十万的灾民 正在向这里涌来 到时候 看你们怎么处置 就是 哼 朝有不慎 数十万灾民 便会接干而起 京城 首当其冲 那就不劳你们费心了 快把他们压下去 敢 我告诉你 没有本相的调度 你一颗粮食都没想拿到 黄姐 周汉莫都专闹君臣逼宫 我们不派人拿下他吗 不用管他 只要朕一日不死 他便一日不敢犯 可是 现在迫在眉睫的 是那些即将赶到的 凹带捕的灾民 这些灾民 一旦涌入京城 有甚于重灾啊 也对 可是黄姐 那可是百万灾民 我们京城的粮食 还得去别的地方运来 现在周边四郡 又有熬虾思虐 哪有多余的粮食 给灾民吃啊 现在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了 总不能让这些灾民饿死吧 我说 你俩被种聊什么呢 许世子 我曾听闻今夏旱灾 你曾救济过灾民 那你 还有粮食吗 对 许不凡 你可有办法 不就是粮食吗 那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 那 你能帮帮我吗 这样 这次你帮了我 那 本宫答应你的一切要求 这可是你说的啊 那你 那你先亲一个 当做利息 嗯 嗯 姐 亲一个 就能拯救百万灾民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那我替你 这样对了吧 你说话算话 如果做不到的话 本 本宫把你随时万段 放心吧 本世子说到做到 总算买出第一步了 金色传说 本世子要定 小九 啊 回去让夫人们准备一下炊具 随本世子前去救灾 不搞累先哥 我也要去 恭喜王爷 再到女帝驾崩 王爷便可登上九五至尊了 是啊 想必女帝暴毙的消息 很快就会传 到时 王爷众望所谓 当登基为帝 本王定不会忘 待本王登基 定封你为义姓王 谢王爷 对 谢陛下 臣妾为陛下贺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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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灾 重灾 快说 是那女帝被傲虾吞食了吗 不 不是的 是许不凡突然献出大量法宝 将京城周边的傲虾 全部消灭 不可能 那女帝呢 女帝随许不凡 正在前往震灾 该死 如今这女帝解决了重唤之灾 在朝中定身挥平大政 如果再让他安抚了百万灾民 这皇位 岂不知让他坐稳了 不行 本王要去看看 王爷 老臣暗中随你去 只要让老臣找到机会 好 如此设 待本王登基 一定封你为一亲王 谢陛下 真没想到 这小龙虾如此美味 可比本宫的御膳 都不遑多让 月夕姐 这松茸味的小龙虾 真是太好吃了 赤子 你也吃啊 不了不了 我已经吃饱了 所以 只要你把这小龙虾的处理方式 还有烹饪方法 交给这些灾民 甭管小龙虾再多 这些灾民 断公子通了 算你厉害 姑娘 能不能再给我一份啊 行 谢谢姑娘 真是人美心善哪 小龙虾真好吃啊 我吃了好多 慢走 瑞亲王来了 我以前远远的见过他 瑞亲王可是有名的先王 竟是知道咱们挨饿 来镇计咱们来了 那太好了 周苑西 你就给灾民吃这种 你想要害死百万灾民吗 周寒墓 你竟还敢出现在本宫面前 我为何不敢出现 你 这女人讲的不错啊 发现新准备 她跟我见 这俩人是谁啊 瑞亲王周寒墓 和大将军之女 赵若西 大将军之女 怪不得 相公 你是想 这女人本世子要定 初若西 你给灾民发此毒 到底是何举情 你胡说什么 这熬虾如此美味 怎么会吃毒 还在脚壁 谁不知道这熬虾是害处 使者穿肠烂肚 代为剧毒 这瑞亲王说的 这有毒 那可就是真的呀 有毒 我刚才吃了好多 这怎么办 还好我没吃啊 周若西 还不快跪下 给灾民道歉 不要这样 姐姐一心为了你们着想 你们这帮乌合之众 人云亦云 我们千方百计 让你们填饱肚子 你们不信我的话 他们上嘴皮子 碰一下下嘴皮子 你们就信了 徐伯凡 是你出的馊主意 让灾民吃熬虾的吧 那当然 整个大洲 除了本世子 谁还能发明如此美食 美食 我看你就是周若西 毒海百万灾民的帮羞 把死者给我抬上来 这多死一个 我娘子 就是吃了你们的好家 中毒身亡的 人正物正俱赞 周若西 你可知罪 周若西 你可知罪 呸 我就知道 你们这些贵人 对我们这些难民 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 闭嘴吧你 来我看看 你哪儿站住 我娘子都这样了 你们还想怎样 这汉中王世子 本就好色成性 弯枯至极 偷风三仙 他怎么会好心救助 他就是毒海而等 取了吧 你们 好恶毒啊 打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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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抓起来 打死他们 不会的 大家听我说 我不听 你个帮兄 对 把他们一起抓起来 打死他们 你们够了啊 徐伯凡 死到临头还不忍 那就别怪本王金子动手 贵民宠害了 给我把他拿下 你们毒海灾民 还敢反抗不成 拿着 今天我毒死你 你 你要做什么 徐伯凡 干什么 你放开给我 干什么 你要喂你 给我解药 徐伯凡 你居然谋杀亲王 还不敢说 把解药交出来 哪有什么 解药是吧 好好好 小九 香水他来 吸香水 怎么样啊 吸香水 解药马上来 解药来了 来 把亲王的嘴掰开 快快快 快快快 算你实现 要是王爷有个三长梁 你就完蛋 王爷 徐伯凡 这解药都准备好了 还说那不是毒 什么解药 那是我相公的洗脚水 洗脚 王爷 王爷 徐伯凡 是你自己要解药的 大家都听到了吧 而且你吃完小龙虾 不照药 活不乱跳的 难道 真的没毒 我就说嘛 我吃了三碗 一点事没有 那肯定没毒啊 是啊 我早就说了 怎么可能有毒呢 王爷 这可怎么办 恐怕阻止不了你的 该死的曲不分 这是你自己装死 赵将军 不想死的 都给我滚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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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来了 赵大将军 你这是要造反吗 就是造反 你能奈往啊 赵八天 你好大的胆子 周月希 你还逞什么呢 我怕告诉你 本王的三百死士 已将此处包围 你就乖乖受死吧 你 哎 我说大夫人 你这黄金国庆 问得不怎么样啊 怎么谁都想要你 徐车子 其实月希 姐的身色 不对劲 你们肯定有事瞒着我 哎 这件事我以后再给你解释 先想想今天怎么活下去 直到林同了还在这里打情骂俏 周月希 说是你一直躲在王城 本王还真难得没办 可你非要来这解救灾离 真是艾米兔子 如此千载难逢的两季 就别怪本王 心狠手不辣了 赵将军 动手 是 若希 这些人都交给你了 爹 放心 他们都是手无寸铁 交给我命 我一定做的 天鹰无封 王爷 未免骚乱 您还是先随我回京 准备登机吧 的确如此 走 为了我赵家的如而复 你们去死吧 大小姐 你要不要快和狮子跑 我最多能顶住关键箱的群筋 停 废个大剑 狮子 你 马上 老鼠不如发威 你当我是他们可以点 小九 把我的AK取来 好嘞 相公 相公 让开 本世子要装逼了 许世子 你是来搞笑的吗 许不凡 你别去送死 送死 我有NK在手 死的只会是他们 什么AK 切身 从未听说过 那是你孤陆寡闻 此乃AK四七 有效射程三百米 乃居家旅行杀人越户之必备神器 两个柴火棍 能救得了什么事 你整个脚 本世子劝你 举手 拐拐投降 要不然 子弹不长眼睛啊 许世子 你屡次坏 王爷好事 我还以为 你乃当时奇弹 没想到 你是无耻之徒 什么AK 我看你是想 出延时间吗 许世子 难道 你早有安排不成 难道有救兵 许世子 你真是算无易漏啊 就这点人 还用什么救兵啊 本世子一人就可以 就是 相公神器在手 天下无敌 说什么呢 这是大将军三百轻卫 一一敌十 你这一个人 他有什么用 一一敌十又咋了 他们能接到子弹啊 约西姐 我们今天死定了 都怪我 要不是我跑来这灾命 也不会连累你们陪葬 安了 本世子 把你们一根毫毛 都不会掉 是吗 三百轻卫听令 给我杀光他们 杀 你这是自寻死路 一个人 师父 贱 贱 贱 可能 这怎么可能 都死了 这三百轻微 全都解决了 狮子 你真是太厉害了 AK在手 本狮子跑你们好话无伤 真是非同寻常 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当然可以了 你是我大老婆嘛 我也要我也要 二老婆也有 来 拿着啊 慢点 这神器该如何即发 我教你啊 这样 对 对 手指扣进去 对 我让你走了 是死 我也是被我爹逼迫的 你就饶我一命吧 鬼才信 原来如此 来来来 原来如此 本狮子一看你就是身不由己啊 这可是航母啊 可不能错过 多谢狮子 放心啊 有本狮子在 没人敢动你 狮子天恩 若曦感激怯灵 一定会前夕前意 伺候狮子的 张若曦你别再装模作样了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人家若曦马上就跟你是姐妹了 你怎么能欺负人家若曦呢 徐步凡 你看不出来吗 她就是个狐妹子 什么狐妹子 若曦妹妹一看 那就是善解人意啊 正好 八夫人的位置还空着 我看你 不大也不小 就走吧 夫人吧 徐步凡 你真要娶她为妾吗 怎么了 吃醋了 我吃你个大头鬼的醋 你爱去谁去谁 走 那位姐姐 你是不是忘了件事 什么事 王姐 这块木村位还未解决呢 若果 请许狮子帮忙 不行 防卫之争 伤有不慎 会被抄家灭族 不能把她牵扯进来 可是就跟我们两个 岂不是羊肉骨口 徐步凡 你能否把你这个 AK神器 借我们一用 想拿就拿就玩呗 拿吧 拿吧 有此神器在手 还怕什么造反 走 徐步凡 这灾民之事 就交给你了 我先回去一趟 有急事处理 行吗 早去早回啊 早去早回 走 相公 刚刚大夫人 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啊 是吗 那这样 你派无人机 跟着大夫人 有什么事情 及时向回报 那您呢 我 我当然是忙着娶妻了呀 好母 我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慌什么慌 都站好了 恭迎新帝 皇姐这个时候也该死了 这大舟的皇位 终于属于属于本王了 周汉 你这个逆臣贼子 老匹夫 你真当本王的刀斧力走 某朝篡位 就算杀了老夫 你们又如何 对天下人交代 交代 女帝已死 我不可一日无君 皇爷登基 在天命所归 向谁交代 什么 陛下驾崩了 皇姐心怀百姓 亲自去救济灾民 谁曾想去遭暴民自杀 陛下 老臣无能 圣上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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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上万万岁 好 来人 把这个苗氏 行王的老匹夫压下去 皇帝 你高兴得太早了 朕还没死呢 好好好 对 左边左边 左边来一点 对对对 舒服吗 舒服 相公 大师傅好了 什么事啊 任心王和赵八天 现在皇宫 当女帝子反了 我们不回去看看吗 造反吗 不就是你杀我 我杀你 这粗辣的 有什么好看的 可是女帝万一有事 怎么办 女帝爱死不死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管是谁当皇帝 都动不了本世子 大夫人也在 大夫人她 什么 不是 大夫人她没事干我皇宫跑是吗 她不是让她造反啊 可不能让她再反了之后 没有的好事 狮子 管她干嘛 春宵一刻 值千金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 糟了 怎么了相公 大夫人二夫人 可是有A车在身 根本无人进他们的身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A车子 他被我打光了呀 啊 啊 什么啊呀 被车更一走了 你 你怎么还活着 赵若曦呢 你真的三百七位呢 赵若曦已被拿下 至于你那三百七位 被许世子一人 剿灭 该死的许不凡 又是他 陛下 老臣就知道 陛下无恙 太师 你没事吧 没事 还不给朕 滚先来 是 王爷 开宫没有回头见 此刻你已黄袍加身 女帝不死 死的可救救我们了 对 赵若曦 快将他们拿下 女帝 没想到你真回来送死 真是愚蠢至极啊 赵若曦 陛下亲自提你为大将军 不知道感恩就算了 还用力亲王造反 真是个狼心狗灰的东西 哈哈哈哈 当将军拿有王爷舒服 真是贪心不足 蛇吞象 人未才死 鸟未实亡 陛下 请束手救秦吧 朕有神器在手 这点兵士 算得了什么 又是 再靠近一步 打死你们 神器 莫非又是那个该死的 举步反给你的 当然 谁敢不怕 上来试试 一 上 赶拿刀指着朕 给朕去死吧 我没事 我没事 这就是你说的神器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呀 皇姐 我的神器也没用了 这怎么回事 难道这个神器 只有许不凡能用 划重取宠 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 完了 皇姐 我们今天死定了 哼 你 你们好大的胆子 正在此 你们还不放下武器 就地倒戈 皇姐 你还不知道吗 这些士兵 都是我的此事 去 拿下女帝针头者 少万金 封万火好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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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世子 许不凡 你怎么来了 还不是为了金色者 还不是为了大老婆你吗 快 他对是要刺杀本王 快到手 保护本王 许不凡 你竟敢擅闯太和殿 还用暗器伤人 莫非是想造反复权 我 谋反 那你们在干嘛 我们是在公营新帝登基 说得好 那我就不打扰了 我先走了 走走走 还不快放开我 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 人家反正是女帝 女帝都不见踪影 你一个皇亲国妾 才是凑什么热闹 你女帝暖餐粉啊 我 什么我 走了 站住 想走可以 把女帝留下 女帝 什么女帝 你少跟我装傻 女帝当然就是她 周 月 西 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你说我大老婆是女帝 老婆 她说你是女帝 好笑不好笑 怎么 不好笑吗 岂有此理 你怎敢对女帝无礼 还放下你的狗爪子 对不起 之前瞒了你 朕 便是这大洲女帝 你 你 你真的是 你 你 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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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世子 你别误会 姐姐不是有意隐瞒的 居然是 女帝 我就说嘛 普通的黄金国旗 怎么会有这次传说呢 徐不凡 既然你知道 这是大洲的女帝 那之前的戏言 那不是正好 啊 你想啊 如果我老婆是女帝 那大洲不就是我的 这三杀五出望之后 这大洲的女人 我想娶谁 那就能娶谁啊 啊 你 你们大秦八强够了没 这大洲是本王 这女人 够是本王的 哎 本来我是不想多管闲事的 但既然是家事 我就不得不管了 敢瞧老婆皇位 想死他 许不凡 不要以为你有那杀人无形的暗器 便可扭转乾坤 本将军殿外有十万禁军 一声令下 电客将你们 滋成碎片 跟我比人多啊 大洲 发信号 让三千后顾备战 是 我又赢了 给钱 给钱 是上古的被择戏号 快 逃家伙 干 来扔我们幸福 找死 上车 目标 皇宫 等我三千后宫到了 十万禁军又如何 全是渣渣 本王见过狂 没见过你这么狂的 哎 那今天你就见到了 我看你是纵欲过度 脑子傻了吧 还是你看本将军的十万禁军太孤单 送三千个娘们儿 让他们开心开心 哈哈哈哈 徐步凡 我知道你的妻子各有本领 但说到底 不过是三千女子而已 此时送来 不非是肉包子打狗 是呀 许师子 大将军挥在十万禁军 你是大洲最精锐 装备最精良的战士 装备精良有什么用啊 哎 你俩知不知道什么叫现代战争 不凡 汉中王许危 威劲大洲 从不打狂允 怎么就生下了 你这个夸夸其谈的儿子 老豆 我相估才不是夸夸其谈呢 在后宫三千姐妹面前 什么纪委军 不过是土鸡娃狗儿 不错 完了 今日我就让你们见识下 我进军的无敌之位 别准 完了完了 这下真完了 对不起 是朕连累了你 放心吧 时代变了 别说是十万禁军 就算是一百万 那又如何 我们今日必要看看 是你的三千后宫里 还是本国的十万禁军里 给我动手 出生什么 哦 皇宫外突然出现一群 全副无装的女人 十万禁军 无法抵挡 谁敢欺负我相公 去死 都去死 这怎么可能 老夫的禁军天下无敌 怎么会被一群鱼 安心不准 这些女子 这是你的妻子吗 那当然 简直仿若神兵啊 皇姐 有请世子的三千后宫 跟此 今日我们得救了 王爷 眼看禁军即将溃败 接下来 该如何是好 赵将军 现在害怕也没用 只能敬意我 您的意思是 灿尾乃谋逆造反 朱九族的大罪 现在只有杀了 女纪和晚纪 我们才有一丝 登顶前 不知己 对 一不做二不休 拼了 周寒木 十万金军已败 你还想如何 那又如何 今日本王只要杀了 一样可以登基成帝 皇秀 你为了皇位 已经疯了 我没疯 我是父皇唯一的儿子 这皇位本就属于我 是他 让这敌掌声 强强本王皇位 十米不悟 随你怎么说 臣王败寇 本王极致顶当 全力一搏 动手 想动本世子的老婆 你问过我的意见吗 你不过就是仗着 你手里的暗器 准凶儿子 有能耐 就把暗器放下说谎 你以为我不敢 那你就放下 我扔就扔 真是个傻屁 让你放你就放 来人 给我动手 愣着干什么 他两手空空 只不过是装模作样罢了 快给我动手啊 是吗 真是个傻屁 这发生了什么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做到的 你难道是神仙不成 狮子 人家也想知道 想学啊你们 这可是我自己的独门秘籍 要是想学的话 恰给我也可以 也不是不行啊 你想的没 学学你妹 王爷 要我们还是先溜吧 我的青山在 不怕没柴桑啊 快带本王离开 得要是再敢动一下 别怪本世子 让你们身上多个眼儿 什么烦 你怎么不自怪本王好事 要不是你 本王早就是这大洲的皇帝 别这么说我嘛 你继续夸 我没有夸你 我可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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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们都死 我让你们都死 二等还不束手就勤 那是一句 老夫爱了赵家 没想到 金朗当世子进脚了本王的好事 这是天要亡我啊 别废话了 张武 属下在 皇姐 我知道 我知道 错了皇姐 晚了 要不是吴不凡 我早就为小龙虾了 我再也不敢 我保证 我以后去做个仙子王爷 皇姐 做梦 朕下令 剥夺你的一切 贬为平民 押入天牢 求好万斩 臣王拜扣啊 陛下 老臣自知罪孽深重 最不可赦 全求陛下 欢红大量 放过老臣的女儿 若欺负 你女儿啊 已经是本世子的第八夫人 我会好好对她的 谢世子 谢陛下 一命押入天牢 这下终于解决了心腹大祸 须不凡 这下 多亏了你 哦 那 你打算 怎么感谢本世子啊 啊 快点放开这 记不记得 你和本世子 说过的话 什么话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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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